随着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介绍 我们的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让下来 我们来看看华春莹是怎样介绍汪文斌的 汪文斌副市长从事外交工作已经27年 曾在外交部新闻师CO师政策师办公厅 以及中国驻塞内加尔卡麦隆和毛里球师使馆工作 他于2017年至2020年期间任中国驻塑尼斯大使 汪文斌副市长有着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我相信他会很快就跟各位中外记者朋友打成一片 熟悉起来融洽相处 密切合作 我也相信记者朋友们会像支持我和利润外交部发言人一样 支持汪文斌副市长的工作 汪文斌向媒体自我介绍说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下午好 感谢华春莹司长今天专门把我介绍给大家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在这个讲台上和大家结识 正如刚才华春莹司长介绍的那样 我已经有27年的外交工作经历 但作为外交部发言人 我还是一个新人 我将努力向我的前任们学习 真诚地和记者们沟通 交流 向大家及时整确地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 增进中外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认真对待大家提出的每一个问题 为大家的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时也期待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疫情关系 今天我就不再一一和大家打招呼 但我相信今后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一起交流 谢谢大家 汪文斌1971年4月生 安徽人 1986剧初中 1989剧高中 今就读于南京市金明中学 大学毕业后 他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 他曾学习法语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师副市长 现任外交部新闻师副市长 第32论发言人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履历 1993年到199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师副员 1994年到1996年 驻塞内加尔共和国大使馆职员 1996到1997年 渡阿拉领事馆职员 领事随员 1997到1999年 外交部西欧师随员三密 1999到2002年 外交部政策研究是三密副处长 处长 2002年到2004年 外交部办公厅一密参战 2004年到2006年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 2006年到2010年 驻毛里求师共和国大使馆 正义参战 2010到2013年 外交部政策规划师参战 2013到2018年 外交部政策规划师副市长 2018年5月 中国驻突尼斯共和国 特命权权大使 2020年7月17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汪文斌今天正式与媒体见面 成为外交部第32任 新闻发言人 汪文斌有着27年的外交经历 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 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欢迎加入外交天团